十多年來用戶熟悉的藍白色鳥形標誌 在2023年換成了多數人陌生的X 引起各方議論紛紛 當然馬斯克買下了這個社群平台的一方霸主 不會只是換掉商標 而是要把它變成超級應用程式 根據彭博社透露的訊息 馬斯克的構想除了讓改頭換面的X 可以像台灣人熟悉的臉書Messenger和Line一樣 拨打語音和影像電話 還要擴及電玩遊戲以及支付工具等領域 換言之 馬斯克試圖打造的X等於是美國版的微信 分析師認為 馬斯克砸下四百四十億美元 重金買下推特 不會只是想在社群平台參與角 而是要把改名後的X 變成可以更貼近使用者 賺更多錢的管道 不過馬斯克未來要面對的 除了社群平台最大對手的臉書 在語音影像電話的領域 還有Messenger、WhatsApp 以及日本、台灣和泰國普遍使用的Line 而電子商務領域的對手更多 馬斯克忙於電動車和太空事業 已經是蠟燭兩頭燒 因此2023年5月 從NBC電視台挖角琳達·雅克里諾 擔任新的執行長 也是勢在必行之舉 外界關切的另一個焦點 是改名後的X 將會收集用戶的生物資料 包括指紋、臉部辨識、眼睛等等 還有使用者的工作經歷和求學過程 印度的世界一家英語新聞臺 報導指出 搜集生物資訊的對象 將限於擁有進階功能的 尊覺版用戶 目的是落實確認使用者的身份 至於搜集用戶的學經歷背景資料 則是用來分析使用者可能的興趣喜好 作為投放針對性廣告的依據 公司新聞局就這樣編譯